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我没有距离 就在这里 衷心垫底回去 还要有你 大爱绒一起 彼此心连心 全意都不行 让你耳目一新 大家好 欢迎来到耳目一新开卖秀 我是今天的一日DJ 知乔 知事的桥梁 知乔 在这样的礼拜三下午下雨天的台北 很高兴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不知道你们都在做什么呢 也期待来收听这样的节目吗 我喜欢广播 也有几次接受大爱网路电台的访问 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在脸书直播 因为呢 有一点紧张 也感觉到很新鲜 所以呢 为了标注我这第一次的经验 所以我用了我的另外的一个名字 知乔 来跟大家见面 希望用声音来跟大家说故事 我是一个习惯用文字表达的人 那所以呢 这样的处女航呢 非常感谢在网路电台呢 她们派出了专业的广播人PP品语来护航 所以呢 在同样的一条船上呢 PP相当于是我的宁末娘呢 所以呢 等一下如果觉得船身摇晃的话 请大家不要紧张 我目前是与神同在 那光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陌生的面孔 跟陌生的声音 其实呢 还不算是耳目一新 那今天呢 是来跟大家介绍一本新书 那我们即将要讨论的这个主题呢 叫做《台湾有一座 良衣制造所》 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题目呢 让大家联想到什么 这一所机构大家听过吗 知道它在哪里吗 我在想说大家在自己或家人生病的时候呢 一定会打听好的医师 那在这个网络的时代 查询是非常的方便 那但是对你们来说 良衣的定义是什么呢 我知道这个我们的那个PP品语呢 他从小呢就是看过了非常多的医生的 鼠叔阿姨喔 我不知道你对于 对于这个好意识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小时候因为我真的很常跑去医院 只要有小感冒都要去大医院的那一种 因为可能有这个支气管比较弱 所以小的时候我印象中好的医师就是 不会让小朋友感觉到害怕的那种医师 我觉得就算好医师 而且我小的时候真的很喜欢去看医生 因为他们给你糖果嘛 对 糖果跟贴纸 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小孩 是 是 对 所以其实就是说一个医师呢 他可能还没有真正治疗到我们的疾病 但是他就先让你安心了 对 所以其实医病 疗心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其实我们在媒体上面看到很多的这个医疗新闻呢 当有一些医疗奇迹出现的时候呢 我们都发现这个病人跟家属非常的感谢医师 那医师也非常感谢家属的信任 但是呢在这些感谢之外 其实我们很少能够听到 到底这些医师这么厉害 他们是怎么受训的 他们这个养成的过程有多么的艰辛 那其实今天这样的一个主题 就是希望大家来看说 到底这个医师在背后是怎么练功的 那台湾的这一座那个良医制造所呢 其实是在花莲的慈基大学模拟医学中心 但是呢并不能够说 好像只有慈基才有良医 是吗 当然不是 这个模拟医学中心呢 它是因为慈基大学呢 它出了在这个大三就是有解剖学课嘛 那他们呢 那他们呢 又另外就是开发了另外一种 就是叫模拟手术的课程 它是将这个教学的大体 直接集数能动 然后可以应用在临床的这个手术的训练 那当然这个模拟医学中心 在建制成熟了之后呢 不是只有给慈基的体系的这些医 医学生或者是医生来使用 它是开放给全台湾 包括海内外的这个医学生跟医师 甚至有国外的医师讲师来 其实这已经不再只是在慈基里面的机构 那其实它已经是国际化了 所以呢 其实这样的一个开放的机构呢 它还有一个特色就是 所有的训练都是不收费 是 哇 好佛心来者 这是因为正言上人的一个理念 因为这样的一个开办呢 其实主要是因为慈基有非常难得的这个大体老师 我们尊称他叫做无与良师 所以今天呢 我想说在介绍这个 缘起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看说这个 外科医师怎么在这个 模拟医学中心里面做训练 前一张 好 慈基大学的模拟医学中心 在2008年正式建制好了之后呢 其实就在当年 像这张照片里面 我们看到左边这一位指导的医师 他是来自于美国 一般外科的陈福明医师 那其他这一位看起来都 这些五位呢 看起来都是这个西方人的面孔 这些学员呢 是来自波利维亚 那为什么这一群人 会在慈基大学的模拟医学中心 来练习这个内视镜的手术呢 主要是 陈福明医师他是慈基 美国人医会的医师 我们都是到各地去做疫诊 那当波利维亚发生水患的时候呢 美国的这个团队呢 我们的那个慈基人就过去了 那他们的外科医师在当地 我发现很多人都得到这个 胆囊炎或者是膳气 那但是呢 他们当地没有这个 内视镜的这些设施 所以陈医师他们去的时候呢 就带那边的医师去 帮他们开刀 但是呢 这个疫诊很短就结束了嘛 可是当地的病人那么多 所以呢 陈医师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模拟医学中心刚建置好 而且又刚好是每年一度的那个年会 所以呢 就把这一群人 这些医师就是法国医院的医师呢 全部带回来 利用了我们的 无语良师 还有模拟医学中心的设施 就教他们怎么用内视镜 来开这个胆囊炎或者是善气 那其实是相当于 帮这个国外的医师做了这个训练 那你看透过这些医师的手 他们又可以去加会到 波利维亚当地的这些 贫穷的生病的人 所以是帮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训练 那陈福明医师呢 其实最大的感动是在于说 上人他创办了这样的一个机构呢 那完全不收费 所以呢 其实这是在美国是没有办法 带去训练的 因为一来美国他们的这个训练 比如说可能如果是一个腹腔的 这个手术训练 他只是用一个驱赶 所以他只用那个肚子 肚子 所以他不会有整个人体 是 那骨科可能就是一条腿 但是这样的一个课程呢 其实在可能他半天呢 就可能要三千美金 那这当然是负担不起 那瓷激大学这个模拟医师中心是免费的 所以他们就把他带过来 顺便也感受他们就是瓷激特殊的这个 医学人文 很难想像耶 就是而且我觉得 就我印象中 如果在学解剖学的感觉 就是如果没有 不是整个人体一起来做的话 会有一种少了一种生命的感觉 这是我们东方人的想法 西方人他们就是比较 实证医学他们就是 譬如说他们神经外科 耳鼻孔科 他们就是只有一个头颅 所以这边还有一个瓷激的故事 是关于头颅的故事 我们现在的花莲瓷激医院的院长 林兴隆医师 他神经外科 早年他在军医院的时候 他同时也是医学院的教授 他当时在开发这个 钥匙孔手术 就是这个微创的这个手术 就是去治疗这个脑瘤啊这些 他其实是必须要花费很多的学费 还有旅费这些交通的时间啊 他自己的假期去国外去学习 我记得他那一次 他告诉我的学习是说 他到那个欧洲先在德国 然后再进去维也纳 然后他们用的也是这个 一般的大体道也不是那个冷冻的 可是呢他一个人去学了技术 回来之后他要考虑他怎么去 在国内加惠病人 第一个他要先引进这个 相关的这个仪器 再来也只有他会开 那所以呢其实这样的一个 技术的传承是很慢 外科其实就是师徒制嘛 那那么二十年后呢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模拟医学中心呢 我们慈激大学的这个医学生呢 首先就是最先得到这样的一个好处嘛 所以呢我就说那个二十年前呢 这个林兴隆院长他们要学一个技术 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 可是现在对于慈激体系医师来说呢 他从花莲慈激院到慈激大学 这个模拟医学中心只要五分钟 五分钟可以赶上二十年 哇 那等一下要说的更是 我们几乎可以在这个 模拟医学中心里面去训练台湾的医师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国外 把一些先进的这个手术学回来之后 利用这边做演练 那所有的外科的体系都可以来 那那这一张其实就是说 现在的手术大部分都是那个做微创嘛 开一个小小的孔啊 然后就是去处理这个病障 那所以他可以容许这个犯错的空间 其实是非常小的 那都是要非常的小心翼翼 那在这个我们这个新书里面啊 那其实就是这个生命无尽 吴雨良是照亮慈大模拟医学中心 这个书其实我们把这个外科的这个部分 放在第三个单元啊 就这当中其实作者采访了很多的台湾的外科 在这边做的一些术士的演练 谢谢皮皮的那个 所以他就算一开始开了微创 发现没有办法处理那样子的一个血管流 就必须要重新就是开以前的那种传统的手术 如果他就说比较保守的治疗 如果他是支架就可以处理 那就是比较安全可以 但是如果是不行的话 他们还是会开传统 可是年轻医师没有看过的术士 他是绝对不会开 所以他们这些老医师呢 就利用了我们模拟医学中心 把他们的子弟病带回来学习 所以也是那个时候就顺便 就有机会也带到这个模拟医学中心去 是 其实慈基大学的模拟医学中心 有别于一般的我们讲的那个解剖学 解剖学它其实是身体是用弗马林浸泡 或者是干燥保存的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属于硬的组织 就是像那个蛋兼手的这样子 但是模拟手术呢 其实它是在往生者捐赠了之后呢 就是立刻做激素冷冻 然后等到手术要演练前三四天再做回纹 其实我们的外科医师 在模拟医学中心所使用的教学医体 是像真的病人这样 这个血管也是好的 然后那个皮肤肌肉也都是软的 所以因为我们保持的特别好 所以台湾的外科医学会非常喜欢 到我们这边来 因为呢他们觉得就真的好像是拧针 就是很真实的 日本医师来也是这样的一个夸展 所以其实就是真的就是无语狼师 就是躺在那边 虽然不讲话 可是却让很多的医师们都有收获到 不只是学习这些新的手术 其实主要是 所以当人体解开的时候 他就是会帮外科医师能够解开很多的谜题 因为呢我们的身体的构造也是因人而异 然后神经血管的分布是怎么样 那他们必须在手术的时候非常清楚就是必须要避开哪些危险 那像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 整形外科或者是美容外科来 他们来有一次国胎医院的一个 当时的理事长刘志和医师啊 他就是说 其实来模拟医学中心呢 就是对他来讲是有一个非常本土的意义 因为呢像他们在做这些鼻子的手术 批批你想想哦 就是国外进口的这个头颅 他可能是西方人可能是其他人种的这些 这些不同面向的这个人的头颅 那但是呢慈激呢 这些大体捐赠者都是有名有姓的 而且他们就是台湾人或者是 当然也有日本捐赠或者是来自于美国 但是呢大部分都是我们台湾人 而且是慈激人的捐赠是占了八成 所以其实他们就会知道说 哎像这样的一个鼻子鼻肉啊 或者神经血管啊 其实就是比较相近 跟他们在临床时候要处理的是 是一样 比较像的 所以这就是具有这样的一个本土的意义 所以其实光是鼻子就有差了 所以整个身体构造起来 其实应该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如果说不是练习的时候 并不是这个亚洲人 或是台湾的这些 我们平常会见到的这种 就是比较常见的这种遗体的话 其实真正在临床上 就不一定会有那种很快速的反应 像现在也有这个 所谓的变脸手术 就是全脸移植 就是一体移植 比如移植 手背啊 移植这个脸 皮肤 那有一些的人可能就是在被癌症吃掉 或者是重大的创伤或者是负荷性上烫伤这样的 那可能必须要做一个这个全脸移植的时候 那像去年这个高一的这个郭尔仁医师 他有跟微服部申请了就是做这个全脸的移植手术嘛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一个练习啊 就是您刚刚讲的就是说 如果是不同的人种 当然就是会有不一样的这个 外观骨头也不太一样 所以对医生来讲应该是很有帮助 总不可能就是 呃 变了一个外国人的这样的 对 就是不可能做这样的一个脸孔这样子 通常还是会 应该还是会比较接近 本 原本的那个 包括肤色啊 或是等等那个组织的 其实我们 其实我们全人捐赠的一个意义 在其实慈激大学 我觉得今天能够建造这样的一个模拟医学中心 主要是他的这个尊重感恩的这个人文 让很多的人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大体捐赠 嗯 然后同时在我们这边练习的这个医师 他并不是只有来练习就好了 他必须要 呃 能够就是像 在我们这边的做法 就是 嗯 他们认识每一位他们的这个 即将要操作的这个 这个无语良师 嗯 他们也必须要在 这个课程之前去拜访家属 去了解 这个老师的生平 这是一种尊重嘛 好 然后呢 就是来 在练习当中 比如说他们课前 也必须要跟老师致敬啊 课后也是一样的 并且在做完这个手术之后 其实是还要再帮老师做一个缝合还原 所有的东西都要归还给老师 并且帮他们入恋 嗯 那这个是在其他的 应该是全球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机构 是可以从人文这一块 能够让医师也能够去感受 嗯 否则我们都说这个医学院的学生或者医师天子交子嘛 那但是他们也必须在这当中去感受到这个无语良师的一个奉献 那也能够让他们带着这样的一个精神去回馈给病人 嗯 所以真的其实这座模拟医学中心是很重要的 嗯 是 然后像我们就是 其中还有提到 关于这个创商医学会来模拟医学中心做的这个 嗯 算是工作方吧 就是嗯 其实台湾在这个实施这个交通法规 好 这个意外伤害的这个 就是在国人十大十一里面已经从第三位就是降到第六位 但是这样 这是好事 可是呢同时对外科医师来讲 他们对于这种创商的抢救的技术可能就会 因为太久没有这个练习的这个 他们也会有一点弱化 所以呢他们就 又邀请了那个 美国的那个 外科医学会里面的创商委员会 他们的讲师 然后来自于美加欧洲的讲师 他们来 针对台湾的这个创商医学会的医师们来做训练 那过去曾经到过这个美国受训的医师呢 就来训练成讲师 那没有去过呢 就训练成让他们具有国际这个证兆 那所以呢 其实这就是在模拟医学中心已经培养出来 让台湾的这个外科能够具有本身就是这个训练自己本土医师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你想哦 如果一次有那么多的讲师可以在这边办这个工作方 其实台湾的医师不用去美国 不用去进修 嗯 然后在台湾就可以 在台湾就可以做一些那个初阶的这个 学习 而且美国他们为什么愿意来我们的那个 磁弹的模拟医学中心来上这个课 因为他们的教 那个医师 呃 来这边评估过 我们的大体保存的非常的好 再来是磁技 呃 模拟医学中心的设备相当的好 嗯 所以他们很快就敲定了就是在这边办这样的 这个 这个工作方 嗯 那他们这个 美国啊加拿大的这些医师 就是非常感动 就是说 嗯 过去他们在 嗯 他们的国家所使用 其实因为是没有名字 哦 好那 那当然他们可能用的是全人啊 因为其实 呃 所谓的创伤是从脖子一直到脚底 都就是 不同部位的那个治疗方式 嗯 都不一样 就说譬如有一个人他开车 不小心撞了桥墩 嗯 那造成他 可能全身的一个骨折 嗯 可能又引起火烧车 烫伤 这样的病人送到医院里面去 不会只有一个外科医师可以救他 一定是 集合在一起 所以这就是 呃 创伤外科 嗯 那所以呢就是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演练 那这些医师就会觉得说 嗯 过去他们所使用的这些对象 连名字都不知道 他们就把它当成是像一个物件 哦 哦 嗯 在做缝合 他们也不需要对他们表示任何的敬意 这就是非常明显的差别 哇 所以呢 其实像他们的医师来 呃 嗯 甚至是像有家属啊 她 她的母亲要捐赠的时候 要从台北送到花莲 这当中 呃 下雨遇到落石 哦 那 他们还是没有退缺 他们还是送到慈大 那他们甚至这些医师还走在送灵的队伍 嗯 其实当我们走在这个送灵队伍 其实慈记提供的就是一个情境的体验 嗯 你会走成家属的 你会去感受到前面这个观摩 宛如就是你死去的亲人 嗯 你就是他的家人 这样子 所以呢 他们都觉得慈记真的是有非常特别的 这样的一个就是 应该是说 呃 对医生来讲应该是让他们找回初衷 嗯 因为很多的这个自身的医师 他可能就是 自在 可以就是 能够提供病人更好的这个技术 然后 帮助他们得到健康 可是在人文的这一块 有时候其实是需要一些的 停下来 慢下来 然后再去感受的 嗯 是 所以刚刚就一直听到这个 就很多 我们的这种 学会啊 研讨会都会来到这个 嗯 模拟医学中心 嗯 那为什么会有这一座模拟医学中心 是 是不是待会 回来才要跟我们说呢 是 也欢迎大家在线上来留言 嗯 听听你们的答案 好 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 阳光眷恋的地方 我们下来听到这首歌是 我们下期的一座模拟医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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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开背包 打开门窗 让爱照在心上 大家好 欢迎回到耳目一新开麦秀 我是知乔 我是PB 以身相许 至情无悔 以身相许 是不是让你们想到什么爱情故事啊 其实在慈激大学呢 以身相许 也许有点浪漫 但是也有悲伤 但是呢 也是生命圆满的一个象征 我们也可以透过 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来讲 从头讲起 为什么慈激有这样的一个模拟医学中心啊 那过去呢 我们在这个这本书 以身相许 这是吴雨良师的第一本书 这是由慈激期刊部的同事 一起来撰写编撰的这本书 就是由经典发行 在当时的2011年出版的时候呢 其实 只有介绍到慈激体系的医学生 他们这个 除了解剖学以外 还有模拟手术课程 那刚刚我们第一个单元讲的这个 台湾的外科 其实是从2010年 才开始透过慈激医院的医师 然后就是让这个台湾外科医学会的 这个各个专科也来参与 所以呢 我刚刚说十年模一件 就是从2010年到今年 其实呢 在这个模拟医学中心已经是 让台湾的外科 就真的走出一个不同的路 这个已经从这个 本来学校本身做的是这个解剖学 已经过渡到这个临床的手术训练了 非常的不同 那所以在生命无尽这本书呢 其实有很大的单元 在讲关于外科医师的这个训练 那这张照片里面呢 大家看这个是一个 模拟手术课程的一个启用典礼 那在旁边的都是家属 那我们看到一位穿着这个白袍的这个医师 这是张瑞治医师 花莲茨基医院心脏外科的医师 那这位捐赠者呢 康念茨康大姐 他们是天主教的家庭 那张医师并不是这一次操作的医师 张医师他其实是以家属的身份来参加 那这个故事应该要讲到二十几年前 康大姐在2018年元月的时候呢 因为癌症过世了 那他就捐赠了大体 那在当年的六月呢 启用 那康大姐他是 他的父亲呢 更早做了捐赠 那他的父亲 康纯安老先生呢 就是张瑞治医师在大三的大体老师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谊延续了二十几年 旁边的是康阿姨跟他们的家人 那张瑞治医师在大三的时候呢 其实呢 对于一个才刚考上大学没有多久 然后就要去做一个人体解剖 这样其实我们想起来应该是蛮胆怯的 毕竟是一个身体嘛 跟他在这个生物课里面面对的青蛙跟兔子 不太一样 好像就是他自己 对 那在他们非常退却的时候 他非常胆怯的时候呢 康阿姨他们反而来鼓励他 就告诉他说 他们爸爸为什么要捐大体给刺激 因为呢 他想要培养台湾更多好的医师 他就觉得说人往生了之后呢 如果你用埋葬的话 是不是就是让这个山上变成赖利头 其实是我们在跟活人争地嘛 那他就觉得说 为了要培养医师 他可以捐出他的身体 他觉得他的医生呢 只要留一个生平事迹 这个介绍 还有一张照片给子孙就够了 那张医师呢 他们这一组的医学生有四位呢 就在这个康阿姨啊 康叔叔他们的一个鼓励跟关照之下 就在康爷爷的身上做了很好的学习 也因为康爷爷 教了他们这样的一个人体的奥秘 并且让他克服了那个 心理的那个障碍 所以他今天才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外科 那当他毕业的那一年呢 就是刚好呢 茨基大学刚开发出这个 模拟手术课程 那张医师他们是试作的第一届 张医师他的手很巧 因为他从小就拉小提琴 所以那个 那他告诉我们说 他是最不符合人体工学的一个乐器了 对 那所以他应该在 弯着那个脖子 还要拉 所以他在手术的时候 他发现他游刃有余 所以他非常兴奋 他就在那一刻 他就跟这个康阿姨 来祝贺他们毕业典礼 他就跟康阿姨说 我们好像就是真的在练习开刀 真的 因为那个身体是能动的 所以就跟真的病人这样 他就立志要成为一个外科医师 那康阿姨呢 他们姐妹来呢 就说哇 原来慈基大学还有模拟手术课程 那他们当时呢 就说那以后我们也要捐模拟手术 因为他父亲的一个理想 就是直接能够让医师 快速的成为好的医师 那所以 等于说 我们在这个画面里面看 这样的一个捐赠 天主教家庭两代的捐赠 然后跟这个医学生的 这个互动的这个情谊 宛如家属 其实这应该在全球是绝无仅有的 那 失去了一个家人 大家都非常悲伤 而且模拟手术 这个课程呢 跟一般的这个解剖学的 这个使用的这个教学的大体老师 又不太一样 那因为 大三在使用的这个解剖教学 他的身体是弗马铃 那所以呢 他 池大这边是 24小时以内送到就可以了 但是 现在还是这样吗 现在还是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 但是模拟手术 为了要保持身体是 非常的 条件好 是 所以呢 我们这边规定就是 往生之后八小时 要送来慈基大学 处理了之后呢 就是一变这个教学的品质 是比较好 那当然对于一些这个家属来讲 其实这是非常难的决定 就是在你最悲伤的时候 然后你把家人送来 可是你回到家里面 是面对一个空荡荡的家 是有很多的不舍不安 或者其他的来自于 邻居亲友的这些 可是他们都克服了 然后就等到启用那一天 在启用的时候他们来 然后同样做瞻仰 在慈基这边呢 就是尊重不同的宗教 你说像天主教家庭 康大姐呢 他们的家人 还有包括张医师 他们就在里面 就是送玫瑰金 那其他的大体老师 是由我们的常住师傅 他们来主持 他们送的是薪金 但是其实呢 这个爱都是一样的嘛 大家在那个过程里面 其实都是要祝福吴与良师 也是让家属能够安心 这张照片可以说 非常多的故事哦 那我们刚刚看的这个 瞻仰其实 很多时候就是在八小时送来 捐给慈基大学呢 有很多的家属是来不及赶到的 所以呢 在这个启用典礼的 有一个瞻仰的仪式呢 就是让吴与良师的亲友呢 能够来见最后一面 其实这个在 应该不是只有在东方 西方应该都是很有意义 就是去见最后一面 因为呢 就是接下来就是永别嘛 那最后一面 好像只要看到安详 那就是甚至有一些道别的动作 其实就可以安心 对 那所以这个 非常重要的这个启用跟瞻仰的仪式 是由我们近视近视的法师亲自主持 所有的这个操作者也都要参加这样子 那此际对于这个吴与良师跟家属的一个礼径 就是像这样子 那个这些穿着白跑的这些 学医的人呢 就是致上他们最大的敬意 表示他们的谦卑 深深的鞠躬 那其实慈禧大学的捐赠 这样的场面其实 模拟手术现在一年有八次 一年有八次 然后再加上这个大三的那个解剖学有一次 大三用的是十二位吴与良师 那八次的模拟手术课程 因为我们有八个模拟手术台 所以有八位吴与良师 所以是二十位是吗 一年 不止哦 八乘以八次 就六十次 再加上十二位 就是大三使用的 不管是八位 还是十二位吴与良师 他们的圣灵典礼 就像大家在照片里面所看到的这样子 就是所有的棺木都是在 下面口进去这个中央道路上面 然后呢 你看旁边都是我们的志工 我们的宋灵志工 那我们没有 就是说这些的仪式呢 都是由慈激的法师带领的我们的志工 还有学校的这个师生跟志业体的这些同仁来 来做志工 所以其实慈激 为什么今天可以做到这样子 真的是 我想应该其他院校是没有办法做到 皮皮你知道吗 在医院里面如果有病人往生的时候 是从哪里出来的 我记 我记得是地下室 是地下室 没有错 生死不同道嘛 但是在这边呢 吴与良师是受到最大的憧憬 我们是 他们来的时候直接从厢门口进来 他们走的时候也是从厢门口出去 而且我们的医师 我们的志工呢 就是在那边送别 跟家属走在一起 就是相当于把亲友送到门口这样子 所以其实家属也会得到安慰 是 那甚至是在 因为一大早的这个宋灵典礼 六点开始 然后六点半 可能就差不多就是要起零了这样子 那你想在校园里面运动的这些人 其实没有回避耶 就是说我们观察过好几次 已经很习惯了吗 还是 大家都觉得 大家知道的人当然就会质疑 那不知道的人也会好奇说 这些人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会在这边 好像是一个大学里面 怎么可能有一个送葬 这么 对 很长的队伍 然后又这么多人 所以他们也会留下来了解 然后去看 其实在所有的仪式里面 你会发现当众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并不会害怕 你发现有一种敬意在 对 那所以我们在这边所做的 其实也是 应该是绝无仅有 嗯 哇 每次看到这个这样子的队伍的时候 都会有种很感动的感觉 是 是 那有一些同事还是早上 先来做送临志工嘛 好 那 扶官啊 好 然后这个 那之后才去上班 那 你看就是像这样子 临车其实是由我们这个 呃 慈忌的环保车去做一个改装 并没有什么豪华礼车什么 一切都是非常的这个素朴的 但是是用敬意来做 这些所有的这一些 呃 装点这一些这个鲜花啊 布曼 都是我们的志工自己来 来做的 那 刚好 现在正 这个 这个画面 又变这个家属呢 你知道吗 她是谁 这个女孩子 她是我们慈忌大学解剖学科的助理 的助教 助教 她的妈妈捐赠的大体 是因为参与了 这样子才捐赠的吗 其实慈忌很特别的就是说 一般如果是一个 让你觉得很恐怖的一个 呃 捐赠或者是解剖 你不会把你自己捐来的 你更不会把你的家人送来 她为什么要让她的母亲做这样的一个捐赠 也就是说慈忌所做的很多都是公开透明 而且是非常尊重 再来她妈妈在往生之前 她自己做这样一个决定 虽然这个呃 雁如助教她本身是学护理出身 那她也有不舍 可是她会觉得身体是母亲的 她应该自己做决定 她要替她圆满 好 但是人会有很多的情绪 会在这个呃 家人往生之后会 那其实也是开始 开始一种自我的一个对话 疗伤是需要时间 可是他们都相当肯定 家人捐赠的一个意义 那也就是说为什么 嗯这个在生命无尽这本书里面 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提到的这个 呃 捐赠者家属 其实呃 他们本身可能就是操作者 或者像雁如这样子 是本身在这样的一个机构服务 他看得到 这些人对他妈妈做了什么 但他还是愿意 让他捐过来 你就可以知道 此地的做法是绝对 跟大家想象的非常可怕的这个 黑暗的解剖学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刚刚有看到 就是这个 我们小编 他说身为慈大校友 经过队伍呢 是抱着感恩的心 嗯 就是经过这样子一个队伍的时候 是 是 真的是 很感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过 去到这样子一个模拟中心 就我们慈激大学的 呃 模拟医学中心 如果有的朋友 你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哈哈 其实如果有去过 可能也 如果不是医师 或者是医学生 不是这个家属 亲友的话 其实比较 不太有机会 进去 可是慈激大学 开放的地方是在于 呃 当一个 吴雨良师捐赠到慈大 还没有启用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可以来看 呃 就说除非是这个 呃 能动保存的 比较不方便 因为总是不会看到 对对对 但是如果是大三 使用的 它其实是在二楼 有一个 这个透明的 这个窗户 然后 呃 他们是平躺着 然后有这个 这个位置图 你可以看到你的家人 目前躺在那里 我们常常在那边看到 在这个木柜的 这个前面呢 有些人可能给他的家人 的这个名字旁边呢 就是送上一个吊饰 哦 或者送上一个小花 哦 甚至还有人送棒棒糖 那如果是已经启用的 启用的 是不是就是他们的骨灰 会供奉在我们这个 学校的这个 这个大舌堂 那家属呢 就可以常常来看 有些就会来缅怀嘛 甚至我们还看 就是 有些人可能就是来 请他太太喝一杯咖啡 跟他聊聊天 然后就 或者是说 把一些照片啊 或者是 今年得到了一个春年 可能 非常特别 他们也把它放在那里 就是 其实人 都很希望能够再跟 往生的这个家人 有一些联系 那慈祭不只是这样子做 就是让他们随时都可以来 另外就是每一年的 这个清明节过后 就是五月份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追思音乐会 那从第一届到 现在的这个吴雨良 是还没有启用的也一样 学校这边都会邀请家属来 参加这个音乐会 大家一起来缅怀 也就是说 你的家人虽然捐赠了 但是学校没有忘记你们 从以前就算启用以后 还是记得 只要远一会 是 都可以 是 那他们都会收到邀请 然后他们如果要来的时候 慈祭大学还会有一个 接送的服务 就是由学生去启动的 因为这就是一种教育 你这个医学系的学生 他不能平白地去 使用这些大体老师 他们必须要做很多的事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他们启用前 要去跟老师说 这个致谢 他们要在他身上 做了什么练习 然后之后他们还是也一样 帮他们做缝合 一来他们也需要练习缝合 然后再就是着医 入练 参与这些现化 所有的医师他都必须在上面 其实这是一个结合 这个医术的一个训练 加医学人文的一个体会 这个物语良师让大家看到的 其实是爱跟希望 我想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医学生啊 在使用这样子一个物语良师之前啊 是不是也都会跟家属做联系啊 还是他们启用前一定会去拜访 亲自拜访到居家拜访 他们要知道他们老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然后才开始就是 才到后来的正式启用 其实在启用的时候 有点像是这个我们的这个 一般的追思告别 因为呢会讲到这个老师的生平 然后呢家属学生也都会质疑 其实慈激的这个做法 其实当然有些人就说 我把我的这个家人捐赠过去以后 我好像什么都没有 医师也没有办 也没有守灵 其实是有不安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 其实都会在慈激大学 在这样的一个 从启用一直到送灵 这样的一个认问的疑点里面 会让他们看到 其实并不是什么都没做 反而是更盛大的做 像刚刚那个宋林的这个场面 就有一个家属呢 她就是 她的这个外婆之前捐赠 之后那是她爷爷捐赠 她突然觉得 我的阿公今天好像总统 因为就是这样的一个 非常盛大的 感觉好像是国葬 才有这样 那么多人跟她敬礼 那有一个这个慈激基金会的一个同事 她的母亲捐赠 当然都是好事 可是对这个她的父亲来讲 她一方面悲伤 一方面呢 这个邻居亲友也不知道 对 这些捐赠的意义 所以她会说 啊这个 跟你这个结婚 砍求这么久 怎么忍心 你让她去做捐赠 一般想到的解剖 都是被切割 那所以这个她的父亲呢 就寝食难安 后来有两年的时间 因为她等候两年 太太的那个才启用嘛 她其实是需要借助这个 医师的帮忙去解决她的失年 但是到了最后这个启用 这个颂灵的时候 她看到这样的一个场面 她觉得 她就跟女儿讲了 我这辈子都给不起你妈妈 这样的一个场面 哦 嗯 反而是让她有一种 嗯 不只是安慰到心灵 而更 更那种很像 给予过去的这一段 很长的一段情 有一个更好的圆满 所以其实就是说 这个捐赠呢 是好事 但是最好你能够让 你本身跟家属 能够知道这样的一个意义 然后自己的做法 就说其实我们今天的分享 并不是在于说 要去劝捐啊什么的 是真的是 让我们人再回头去思考 透过吴雨良是这样的一个奉献 透过他们奉献给 台湾的医学界 甚至是已经影响到国外 那这样的一个意义 然后也回想到 这样的一个身体 我们最后 其实我们很容易讨论到 关于自己的死亡 跟最后的时候 好像只是我想要怎么样去 比如说采用什么方式去 火葬啊 或者是执葬啊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好像就是在这些形式上 但是真正你对于这个身体 最后的利用 还有那个价值 是比较少去思考的 你就觉得好像离开就没有 就没有了 所以就应该也没有 什么可以再做的事情 是是是 好 我看到我们的文青听友 刚刚有上线来说 她说她的妈妈也是无欲良食 然后她就说很感人 也很很有人文 然后她很感恩上人 创立刺激世界 让这个大体可以化无用为有用 很非常的庄严和隆重 对 所以我们待会呢 还要再听一首歌 这首歌也是我们知乔姐 把我们选的 这首歌叫做 路要自己走 待会呢听完 我们再回来 我知道对你来说 这世界有一点复杂 我知道你肯付出 却不懂该如何表达 我知道你不喜欢 承认世界的伪装 我知道关于未来 你有自己的想法 天地万物都有 存在着世上的意义 没有一个人 有放弃的权利 我会牵着你的手 但是路要自己走 面对选择的时候 听听心底宁静的角落 有一天我会放手 因为路要自己走 失去方向 失去方向的时候 记得抬头仰望 清澈的天空 我知道对你来说 这世界有一点复杂 大家好 欢迎回到耳目一新开麦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志乔 大家猜对了吗 为什么慈激大学 有这一座模拟医学中心呢 就是因为刚刚像我们听友 就是说她的母亲也做了捐赠 你们知道吗 慈激到现在已经有超过四万人 这个志愿捐赠大体 目前启用的已经有一千多位 在这当中因为太多人想要捐给慈激 为什么 因为上人医护育 当然她的弟子就响应了 包括她的出家的弟子 也都做了捐赠 八成都是慈激人 跟他们的眷属做的捐赠 所以这个源源不绝的这些捐赠 其实慈激大学 一年只有招收五十位的医学生 所以使用的非常的有限 也因此在这当中 在08年 我们还做了这个教学遗体的转捐赠 就是因为国内其他的教学遗体 非常的欠缺 他们就是必须要使用这些无主遗体 比如说一些路导的游民啊 或者是这些安养院 或者无人认领的这些刑案的 这些无名尸体 那慈激开启了 国内的这个全部都是捐赠 从开始创办医学院到现在 全部的大体老师都是有名字 而且他们都是自愿捐的 那也因为远远不断的这些捐赠呢 那我们 其实慈激大学很难说抱歉 就是储存空间有限 使用有限 转捐赠之余呢 我们这个大学的这个解剖学科 曾国凡教授呢 他就是知道 哎 美国呢 他们有一种做法就是把 这个 往生者的身体先冷冻 然后呢就是 之后提供给这个 临床的这个手术 来做训练 所以他回来就跟上人请示 是不是我们来开发这一种 也让更多的人可以圆满他的心愿嘛 上人非常的支持 所以在2002年 张维之医师他们这个第二届医学生就做了试作 那他们当时还是在大三这个解剖台上面的去做的 后来就开始做建制 然后 但是在那当中 慈激体系的医师呢 也可以做 等于说在这个02年到08年 他们甚至像 尼兴隆院长 他不是从国外带回来这个药室空手术吗 他当时在华林慈院 他也带了他的子弟兵来 在磁大摩尼医学中心做这样的一个演练 然后08年开始像这个照片里面海外的医学生来 这是这个 那个印尼啊 新加坡啊 这些海外姐妹校的这些 也都来学习 到10年的时候呢 我们开放给台湾的外科 那透过这个台湾的外科 又将这个 国外的这些医师讲师 甚至是 有一次 刚好是这个 他们这个 口腔额面外科 他们在做这个 韩国最流行这个什么 消股手术 整形的部分吗 整形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请的是这个 韩国来的讲师医师喔 所以呢 在东南亚地区呢 他们这些医师 都非常关注这个 台湾的这个 那个口腔额面外科 医学会他们什么时候 要在模拟医学中心 办这样的一个课程 他们都想要来学习 所以其实这已经是一个 联合国的 这样的一个学习机构 喔 那所以远远不绝呢 那才会有这样的一个 模拟医学中心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对 那刚刚这个 听友不是有说 他母亲也做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捐证 其实真的是都非常难得 呃 我们这个 曾国凡教授呢 他 在 这个 医学系的二年级 最后一堂课 准备 暑假要去拜访大体 呃 老师的家属 然后大三要开始做解剖 教学的时候 他其实就 就开始会跟他们上这个 解剖学的历史 那当然是从西方来的 嗯 从欧洲 传到美洲 这样子 那其实这真的是一个 一段黑暗史 在在欧洲中世纪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是没有这个 所谓的教学遗体 好 那所以他们就 使用的是这些 呃 被死刑犯 那当时的死刑是用绞刑啊 那个所以 嗯 当时的这些书籍哦 看到那个解剖学哦 都很可怕 那个身体不止可怕 他的脖子都掉一个绳子 因为他们是被吊死的 嗯 当他们的学习对象是一个罪犯的时候 批批你想 那代表什么 其实这个解剖学本来就是 嗯 误会的 就被污名化了嘛 对 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尊重呢 嗯 这个解剖学 是那样的一个走过 西方的一个黑暗 一直到台湾 这样的一个 无语良师所开启的 呃 有时候我都在想说 当我到这个图书馆去找关于解剖学啊 医学这样的一个书籍的时候 如果西方他们的解剖学历史是一片黑暗的时候 那不管是以身相许或者是生命无尽 像这样的一个书籍 我我总感觉 他们在这个角落泛着这个微光 哦 就是所以呢 这个书名我觉得也是取得相当好 无语良师照亮 磁当魔力医学中心 我也觉得台湾真的是走出 一条在医学教育跟这个临床的这个手术训练 是非常不同的路 那呃 真的 我觉得是台湾的荣耀 那呃 台湾真的很有爱心哦 像我们刚刚在第一张照片里面看到这个陈佛明医师啊 嗯 他是一个这个 就是说他很早 他是一个华人 他很早就到那个美国去 但是他是在 他是乔生 然后在台大受训练这样 他也是觉得说哇 乌与良师的伟大事 居然有人可以连身体都不要 哦 你说 嗯 就是什么都不要的时候 连身体也都不要了 就是说他可以把身体捐出来 嗯 然后他他 他虽然不是佛教徒 可是他在那个人文典礼这个宋灵当中 他觉得那感觉到是一个大法会 所有的人都在为乌与良师祝福 祝福 送上最大的惊 在那当中没有人害怕 嗯 都是流泪 其实每一个人都感觉那是家属 为什么 我们的身体愿意捐出去吗 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就卡关了 它会牵涉到 牵涉到很多你所想象 当我们用活着 活着的这个想法去想捐赠这件事情 其实是不容易的 有些女性她担心她的身体好像躺在街坡台是被看的 嗯 那被切割千刀万拐更是非常可怕的 嗯 那那其实你们看这张照片里面 当这个海外医学生呢 这次大的学生 他们非常的 嗯 年轻哦 他们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手术 那我们的这个模拟医学中心的这些 人员呢 就要教他们 要把这个无与良师当成是真的病人 所以呢 怎么躺 怎么摆胃 手术的时候你看床那么小不可以让她手背掉下来 这样病人的这个手背就有损伤 嗯 铺蛋要怎么铺 然后呢 除非是你开到练习的部位 其他的部位一定就是要用这个铺蛋盖起来 就像是真的手术一样 并不会让无与良师是裸露在那边 嗯 就一切都是来真的 他们要在这边学会了 他们在医院里面才会同样记得那样的心 嗯 哦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是让他们在一个还在学习的路途中 嗯 能够有一个真正的病人的感觉 嗯 然后就躺在那里 嗯 教他怎么做一个好仪式 就是说 因为无与良师是有名字的 嗯 他看到就是一个生命嘛 而且 其实 当家属来跟他们述说这个 无与良师的生平的时候 其实就丰富那个血肉 对 他也跟我们一样啊 他 他从小的一个历程 他的一个个性 他怎么为家庭的付出 或者社会 就算是一个他可能 我们也曾经有捐赠者 他可能就是在家庭面 并没有尽到他应该尽的责任 可能是一个不是很好的父亲啊 什么 那当然他的家属呢 在最后 也有难过 但是心理上也是很难平复 所以有时候也 情感上不是那么靠近 反正是我们的这个操作的医学生 他会觉得无与良师好可怜 但是 曾古凡教授也觉得说 诶 这样的老师 其实也提供了不同的一个 生命的这个故事 能够让医学生去做一些思考 嗯 所以 其实有这一座两翼制造所 真的很重要 嗯 而且就是说家属来的时候呢 他会看到当一个一个这个家庭有人往生的时候是多么的痛切 那个那个印象会在这个大家的心里面 会觉得说如果我靠着我的精进的舒适 还有我的这个温暖的话语可以照顾到病人 好 还有家属 对 那是非常好的事情 嗯 嗯 那其实医学生尤其是重要 因为呢他们才刚开始在学习 嗯 那这个也相当于 其实是在预 预约一个未来比较美好的一个医病关系 嗯 就是彼此的互相的感恩跟尊重 那同时家属呢 也会看到医生的养成是多么的辛苦 他们要学习好多的事情 甚至很多的外科一开到就十几个小时 对 好 然后也不断不断的去突破那个困难 好 那真的是都非常难得 嗯 所以其实也是让这个医病关系这个会有一点连结 不会像平常我们只是送到医院去 是 然后在外面干等 然后很紧张 完全不到里面发生什么事 出来 有状况 就会骂 哈哈 就会生气 可是如果又自己亲身去进入到这样子一个模拟医学中心 虽然说躺在那里的是自己已经不在的家属 但是看到他这样子被医师这样子去学习的时候也会有一种 哇 医生其实还是很辛苦 是 然后医生本身呢也会看到家属的那种伤心难过 是 就会更想要 如果可以 我真希望可以在他还在的时候把他救活 是 其实家属有时候也会告诉这些操作的医师或者医学生说 在他家人生病的时候在这个医疗体系里面受到什么样的对待 那有的当然是非常好 有的是比较不好的经验 那这些的这些诉说跟交流 其实也会让这些学医者自己去思考 他应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医师 甚至对医学生来讲 更重要是这些的家属都对他们有非常大的这个期许 哦 对 我希望你们都成为好医师 好医师 所以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是有这样的人 是 所以其实像我们很多的这个 其实辞大的医学生是最幸运的 因为他们不只是在大三做了这个这个解剖学的这个 他们之后在模拟手术的这个课程里面 像张瑞芝医师 他是不断的在回到那边去精进他的术室 他现在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出国去去去去学习 其实学习他告诉我的是有很多的管道 你透过这些书面资料或者网路或者视讯或者 有些东西他在概念上有的时候 他就可以透过在模拟手术的时候 在大体老师的身上亲自去操作过 他就知道了 重要的是就是说大体老师他能够让他们真的是 把身体打开 让他们去看神经血管骨骼这些位置 然后让他们在开刀的时候能够避开危险 这也增加了这个病人的安全性 今天听了好多好丰富哦 我们还是要拿一下书给大家看 有没有让大家觉得耳目一新呢 以身相许 还有这个生命无尽 吴雨良是照亮此大模拟医学中心 希望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多来了解 也感恩今天大家的收看 还有收听 我们最后这首歌送给大家是千千手 千千手 一起走别无所求 千千手 千千手 黑发走到白头 有谁能让我相信 有谁能让我相信 别人心里的身影 别人心里的身影 有谁能让我明白 简单生活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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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和你千千手 只要和你千千手 千千手 一起走 别无所求 千千手 千千手 黑发走到白头 有谁能让我相信 无私无回 无私无回的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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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谁能叫我倾听 不停追求 迷失了自我 空的心 留下了什么 如果还能拥有一个梦 我想要对你说 只要和你千千手 千千手 一起走 别无所求 千千手 千千手 黑发走到白头 千千手 千千手 一起走 别无所求 千千千手 千千手 千千手 黑发走到白头